通往嘉義族騎交通要道 這看板是參選員拜年廣告 將繼真正名字相對陌生 但談到他先生 當地人都知道 前議員王崑璇 罕約沒有會選 他在二零一八年當選後 因為涉入會選被判當選無效 一百五十萬元交保 在議會補宣施就職 一審判決 四年徒刑持多公權 二審被犯兩年 緩刑五年 不用入肩 原是兩名兒子 一個讀大學 一個考上碩士 需要栽培 太太離愛 零有重大傷病證明 無法外出謀生 二審宣判一年多後 離愛太太 代夫出征 搖身變成議員參選人 夫妻倆聯繫不上 鄉親對他們看法又如何 當初法官以太太離愛 無法外出工作 讓王崑璇免入肩 如今他自己跳出來選 看看嘉義縣第六選區 先任議員七人 民進黨四人都是老鳥 張貴重議員不續選外 包含國民黨兩名 無黨籍一名應該都會繼續選 其他除了王崑璇的太太 還有一名無黨籍參選人 這位向來低調的太太參選人 最近也開始公開露面 跟著一起跑行程 開買在年前掛出來後 隨著選舉腳步記 地方版圖會不會被更動 各界都在 等著看 參選黃啟超黃大尉 古不鮮嘉義報導 他就是王崑璇的哥哥王崑洪 前主旗鄉長 身上最轟動社會的案件 是買胸殺了霹靂小組 林姓警員 已經被判刑 從逃死到最後十五年六月 刑期定宴 當年為前妻針鋒吃醋 買胸殺警卻在找到胸腔當天 和前妻復婚 接受親友祝福 這位當地縱首皆知的王崑洪 背後政治勢力 從一九九零年當選主旗相待開始 宣示前被提爆掃黑對象 被捕管訓 一九九四年登代表會主席 三年後因為劣製貧對象 再度被送綠島管訓 眾議器形象加上派系支持 還是讓他接連當選現議員 和三屆主旗鄉長 還曾為了爭奪主旗鄉長 和范綠陣營增量者互不退讓 最後雙方在廟宇保佩 陳明文居中協調 靠神明決定誰出任參選 當年王崑洪驚險保住 鄭志若 王崑洪因買凶殺井入獄 斷了政治生涯 家族設立人在政坦上延續 沒想到弟弟王崑洪 原本帶凶出征 最後直接挑戰現議員 去扯入會選案 王崑洪因買凶殺井入獄 政治生命一再和社會案件 扯上邊 3D軒黃景超來臂鄉在一線報導 2D軒黃景超來臂鄉在一線